现代人生活压力大,时间紧凑,有时候不是说想生孩子,就生得出孩子,像是演艺圈就有不少银色夫妻,希望求子而不得, 透过求神拜佛,试管或是其他生育技术,熬了很多苦后,依然没办法生孩子,令粉丝都好鼻酸,不过近期就有歌手透露,跟老公生孩子后,原本都有做避孕,没想到还是中了,实在是哭笑不得。 据ET Today报道,44岁的歌手罗美琳,与小他4岁的老公Terry结婚后,生下2个孩子,一家4口过着幸福甜蜜的日子,日前又惊喜宣布怀孕,让很多粉丝都兴奋献上祝福。 目前已经怀孕6个月,他在节目上透露,其实对于第三胎,原本是不在计划内,但是不知道为何竟然又有孕了。 罗美琳近期在节目上说,跟老公近年的夫妻活动比较少了,而且平常都有避孕,还会特别避开危险期,但没有想到宝宝居然就来了。 好气又好笑的说,宝宝就来了,你能怎样?让求子路途艰辛的主持人Melody听了惊呼。 美琳四十四,有避开孩种,你真的很厉害,不过也因为生了孩子,也让婆婆婆有为私。 罗美琳说,因为大哥大嫂没孩子,加上家中的毛小孩刚过世,公公也过世很久,婆婆一直希望可以抱孙,还保证,不管你们生几个,我就带几个。 不过后续产下第一胎,第二胎,加上大哥,二哥也陆续有孩子,让婆婆忙翻。 好不容易,自己第二胎上幼儿园,婆婆觉得可以松口气了,却又遇到不在玉琪内的第三胎。 所以当夫妻俩跟婆婆说,决定要生下来,婆婆整个人愣住,嘴巴张超开约三分钟之久,相当傻眼。 还有点生气说,为什么你们都不问过我,我的时间不是时间吗? 不过婆婆最后还是只能答应帮忙。 罗美琳也说,实在不好意思一直麻烦老人家,因此这次同胞一定会抱后一点。 其实有孩子是真的很幸福,婆婆一定也很开心啦。 谢谢大家! 谢谢大家 现在我们在聚集中间。 我们在聚集中间。 这次是我们的聚集中间。 我们在聚集中间。 在聚集中间。 我们现在聚集中间。